近日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孟賣 發生大規模停電事件 《紐約時報》簡稱《紐時》 發文稱這場停電 或許與中印邊境的博弈有關 報導稱去年夏天 中印邊境發生激烈暴力衝突之際 來自中國的惡意軟件 供入了印度各地的電力供應控制系統 孟賣近日發生大停電 導致該市火車停運 股市關閉 已正面臨中共肺炎疫情嚴峻挑戰的醫院 為了保持患者使用的呼吸機能正常運轉 也被迫臨時改用應急發電機 《紐時》週日2月28日報導稱 這次猛買大停電 有可能是中共政府 針對印度電網發起客客攻擊所致 目的是用這種方式 向印度當局傳達這樣的信息 如果印度方面 過分強調其領土主張 可能導致印度全國都被停電的後果 這篇報導提出上述觀點的依據是 馬薩諸塞州 薩默維爾市的Record the Future公司的一項研究發現 就在去年6月中旬 印中軍人在喜馬拉雅山脈邊境線上 使用棍棒和石塊激烈戰鬥 並導致數十人傷亡的同時 來自中國的惡意軟件 正在進入印度各地電力供應的管理控制系統 以及一個高壓書電站 和一個延煤發電廠 Record the Future的首席運營官 斯圖爾特·索羅門 當時對外披露 當中印邊境激烈衝突時 由中共官方資助的客客團體 REG ECHO 似乎是系統勝地 利用先進的網路入侵技術 在整個印度發電和書電基礎設施的 近十幾個關鍵節點中 肖肖蠟燭 Record the Future公司 當時將相關發現 告知了印度當局 但到目前為止 印度政府沒有對外證實 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 然而 接下來 在去年10月13日 馬馬就發生了一次QK的大停電 當時印度的媒體 曾引印度官員的消息透露 那次停電的原因是 附近一個電力負荷管理中心 受到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 報導稱 印度軍事專家 也向印度政府發出呼籲 要求政府將印度電力部門 和關鍵鐵路系統中 所有中國生產的設備 都替換掉 被人印度的影響 被人印度官員的不信任 真的跟我們打印 掃暫斷 其他人在通信 停電力部門 無論如何